第一次我們自駕遊去興井澤和草津三天兩夜 由東京出發去興井澤 開車2.5小時 新港城1小時15分鐘 而坐高速巴士要4小時 因為很遠路 中途我們先在三方休息站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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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一杯 Caramel Macchiato 我的杯是櫻花杯 我們先看看有甚麼 有個食店 有個晚餐包 這間原來是新店 Hokyo Banana 這是馬貓 在東京也看到 好可愛 這是水策 還有芝生堂 其實外面好像更多食物 這裏可以坐 很舒服 有無數這麼多自都購買 我們租了個小車 我們繼續出發 我們剛才沿途 我們出錯了一個出口 離開了IC 兜得很遠 有很久才上IC 現在延遲了一個小時 三年沒有租過車 裝置都差不多 有渡航 渡航 現在加了廣東話 很厲害 租上去的ETC卡 就會很方便 走自動行駛線 自動收費 之後在滑車的時候 徵算 你就付費用就可以了 我們是在聶邦Nantarka 造車 為甚麼會選擇這間 因為我們有一個行李 所以就選擇一間 最近我們酒店的造車公司 我們拍了車在這裡 拍一次就500日圓 一個鐘來就300日圓 很划算 沒有說走到星期一至五 我們今天是星期二來的 在這裡拍 我們到了 整個早上都沒有吃過東西 Bicado Call here 要等 是啊 我現在要等第三號 走一下附近 然後再回來 在這裡 我旁邊是茶屋 他就有茶屋的商品 在樓上就是Sloopy Cafe 對面 這裡就是Miffy 店內有Miffy麵包店 春天的Ossusune 在樓上停烤 一般的店 一般的店 一般都在幾個店 在樓下 我們要去吃飯 一般的店 在樓下 一般的店 一般的店 兩般的店 一般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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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般都會覺得很可愛 這麵包 一般的店 一般的店 如果不買麵包也可以買這個 很搞笑 麵包MISSION 這邊還有很多食物的手信 又是Castell 很漂亮喔 還有MISSIE罐頭麵包 在這個罐頭麵包可以放到8月24日 買了MISSIE罐頭麵包 還有一個是罐頭麵包 我們現在回去看看到我們沒有 好誇張 很多人 旁邊是興井宅教會 其實我們去外面吃雪糕 吃這個咖啡 好可愛 吃這個咖啡 切瓶子 吃這個咖啡 有時候吃了 有時候吃了 吃這個咖啡 我們吃了一口 得很飽 看起來很飽 吃這個咖啡 很飽 太紫色了 太紫色了 剛剛喝完咖啡 通常裡面只有甜品 試一下這個 這是紅豆 這個咖啡麵很出名 還有葡萄 咖啡麵 謝謝 340元 買了咖啡麵 我覺得有點像 好像醋 吃到咖喱味 這裏好多果醬店 這間是麵包 哦 鴨子 好可愛 好可愛 這隻鴨子 在這裏 買的咖啡麵 原來樓上也是他 選擇的咖啡麵 其實是在這裏掃街 這裏有個香蕉 巧克力 有龍貓 好可愛 這裏是教堂街 是一個商場來的 穿過就會到聖寶羅教堂 二樓是酒店 這個廣場的中間 穿過教堂街 對面就是聖寶羅 天主教教堂 製作為好 normalized 五層八 nude 二樓要可 這一邊有四五層 龍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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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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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